《诗诗》 下面我们讲第五个小科判 讲见佛如佛境界之缘 见到佛 还有如与佛的境界 见佛如佛境界之缘 知法缘 在其他的藏文有些科判里面 这是分开的 见佛如佛是一个科判 但我想一个偈颂 一个偈颂 这样可能好一点 我这个科判也是参照一些藏传佛教的 个别大德的科判和印度的一些 包括像陈南论师 龙猛菩萨 世青论师 他们对《入菩萨行论》注释的一些道理 结合起来给大家做比较方便 浅显移动的一种科判来安立的 我以前看过《冷海上师》也是原来 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有类的一些科判 但是这些科判可能不是特别一目了然 也许你们以后觉得还可以 现在学的时候也许不知道 但是以后讲的时候也许 这种科判通过科判也是基本上知道 《普贤行愿品》大概的内容 利根者通过科判也是比较明白其中的内容 那么这里讲见佛如佛之境界之缘 我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认识者 也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极为力 那么这个颂词说 但愿我 其愿我能在一个刹那间当中 一念群当中能见到未来过去 现在所有的一切人当中的狮子 也就是说人间如来佛陀 所有人中的狮子佛陀在一个刹那间当中能见到 这是还是很困难的 未来过去现在一个刹那间当中 对我们世间人来讲可能有点香味 一刹那间当中如果我见过去的如来 一个 两个可以的 或者未来的如来见一下 或者现在的可以 但是过去和现在未来都是完全不同的时间 好像这个怎么能见呢 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是凡夫人来讲这是一个香味 但实际上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我见到三世的如来 同时我也能常常地入于佛陀的不可思议 微妙的境界当中 而且能现前如幻解脱以及如幻的威力 因为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是了不可得 远离一切细论 远离四边八卸 而在四处当中如幻一样的解脱 用八解脱门来讲也可以的 凡是在四处当中一切都是显而无自行 跟幻化没有任何的差别 一切完全是一种幻化 这是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讲过 若了一切法皆同于幻化 如果了达了一切法都是同幻化一样 那么世人则能显 百亿诸佛生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通达了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跟幻化世所编出来的幻化界没有任何差别 那这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就能显现千百万不可思议的佛陀身体 其实我们如果真正通达一切万法 什么事都可以变 什么事都可以显 自己也可以显 外面所显现的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也可以得到 所以如幻解脱和如幻的威力 讲的时候我记得上师如意宝 以前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 我是在上师面前听过两次《普贤行愿品》 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但有时候自己的记忆也是有一种 反正有时候想起来都不相同的 一个是梅朗罗兹瓦的注释上面 有一次好像不知道那个时候讲的 在颂词上讲过一次 但有一次上师如意宝讲过 讲如幻解脱的时候说过 一切诸法是如梦如幻 通达这个道理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很多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修行人 不仅是一世当中 很多时也是宣说如梦如幻的法门 然后梵文说阿底下尊者和他的大弟子之一 一个叫金床 金床和佛床的金床 他们在广阔深山 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有一次弟子问阿底下尊者 说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讲诸法是如幻 那这个如幻世到底是怎么样生开地去理解呢 当时阿底下尊者说过 他说我用幻化寺幻现的故事 可以给你说明这一点 然后说曾经幻化寺幻现的幻现 幻现还有一位叫做生意的人 叫月现 月亮幻现的意思 月现和幻现两位是好朋友 幻世特别喜欢做各种幻化 而月现他特别喜欢一些世间的军马 马匹 他特别喜欢 但有一次月现对幻世说 你经常喜欢幻化 但幻化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也不能吃 也不能穿 有什么用 不如一匹马 很好的马的话 那么这是可以欺着他在草原上行住 这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应该是这样很好的 但当时幻世说 好吧 没有对他具体地说什么 后来刚才月现坐在自己的家里 跟自己的妻子一起吃中午饭 吃中午饭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做冒险 然后他把冒险没有做完 一般做完 一般没有做就放在那里 然后一边他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他刚才月现到中间的时候 他就出去了一下 他出去的时候刚好还现他妻子一个特别好看的马 然后来到了他的家门口 月现说 你今天骑着马就干什么 他说 因为你特别喜欢马 我想要不要买给你 这个马还是很不错的要不要买给你 因为你特别喜欢马 月现说 我如果要买的话不可能这样轻易地买 应该我先试一试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幻师说应该可以你自己骑着试一试 他说 我到底看看这个马快不快 他就骑着这个马在草原上奔驰 奔驰的时候他越去越快 越来越快 后来好像飞着似的 然后越过很多千山万岁 翻山越离 最后他已经去了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已经越过了多少多少个世界一样 最后在一个荒芜人员的地方就住下来了 住下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前来的 大概方向都不知道不要说真的要去的 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很远的地方 有两母子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心里也是很悲伤的 念在这里什么不要说人类 连动物的声音都是听不到的 特别一个黄粱的地方 然后他到那个两母子那里去的时候 两母子也是说我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漂泊到这里来 但来到这里确实是除了少许的水果以外 其他的任何连食物都是没有的 你这样无依无靠地来到这里还是很可怜的 然后他们可怜的人聚聚在一起 然后月仙也是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匹马 除此之外我身无法问 最后为了生存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他跟他的女儿一起乘家 然后过了好多好多年 过了好多年以后后来他妻子的母亲 已经离开人间了 已经死了 然后后来跟他前后他们两个有了两个孩子 然后有一次他好像在河边还是什么的 那个小孩子在水里面 因为脚下石头毫不小心滑到河里面 被水冲走了当他冲走的时候 他在河里面一边翻身过来喊他的哥哥 然后哥哥也是为了救他的时候 他也是不顾一切地奔向水当中 结果他两兄弟都在被冲走 冲走的时候那个大儿子也是翻过来喊母亲 结果母亲也是为了救他 三个人都是被水冲走了 那刚才那个月仙他到河边去一看 一瞬间当中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 有些地震 有些水灾一样的 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充足了 然后他当时一看都是 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了 家破人亡了 那他就翻过来想一想 我现在回去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那么我就有其他的生存能力 我现在怎么办 他就看了看自己的头发全部摆完了 牙齿全部已经脱落了 身体也是很难以支撑的 成了这样一种连迈的人 然后他自己特别地伤心 他就开始叹息 结果好像梦醒了一样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以后 他刚刚进了他自己原来的家 这个时候看到他原来的妻子 他在边唱歌边做事情 他就特别恨他说我受了这么大的哭 你还唱什么歌 然后他妻子说你不要发疯 你什么意思啊 开始他就苦苦地描述了 他自己一辈子的所有的这些经历 他妻子根本不相信 你不要这么胡说 你看我那个制毛线还没有制完 刚好刚才中午中间放在这里 你看你自己碗里面的馋还没有量 你哪里有这么多年的经量 他一看的确也是碗里面的馋没有量 这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当中 那么当时阿底峡尊者说当时的月线是你的化线 当时的幻世就是我的前世 我在前世的时候给你也宣说了如幻化般的佛法 今天我再次也给你宣讲如幻的法门 就是如幻的法门所以法王当时也讲了这个故事 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不知道我当时同步翻译没有 反而法王讲如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翻译过没有 讲过 是吧 翻译了没有呢 你看现在你们我都忘了 是不是我们也进入了幻世的境界 好像没有翻译是吧 嗯 讲过是吧 原谅说那个没有讲 截止说讲了 一个说这样 一个这样 两个人坐在一起 一个人说 讲过有脾气 一个人说 没讲过 没讲过 到底谁是真的啊 所以这也是香味 一刹那间当中把你们两个怎么样 有脾气是吧 真的啊 你看人家是有证据的 哎 你现在没有讲过是什么 啊 讲过 啊 啊 啊 上课讲过 上课讲过 你记得吗 记得了 那还可以 你看我们的戏要做到记得 谁还原谅就可能没有 还有 你有没有依据啊 啊 不好意思 现在就开始入餐厅 你如意沙摩地嘛 好不好 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讲入幻解脱 就是佛陀宣说的这种如幻解脱 如幻解脱是一种功德力 还有这种如幻解脱和如幻威力吧 也就是说我们如愿 这样如梦如梵的威力当中 如果我们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 如梦如幻的话不管是在显现当中 度众生也好 转法论也好 什么样的威力都可以出现 都可以现前 然后怎么样的功德也可以呈现 那么这个颂词主要是讲 因为入于佛的境界需要特别甚深的禅定力 所以圆满禅定波罗蜜多 而且入于这种禅定 入于见到了佛陀 并且入于佛的境界的人远离一切魔众的危害 所以在这里主要讲男性地 第五地 讲男生地 有些说是男生地 魔众难以胜过第五地的菩萨 但不管怎么样 这里就是第五地菩萨的境界而发愿的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五个科判